我們強烈的要求市政府 他可以編了28億30億來補助電動車 但我們的損失他編了2億3億就可以了 他不用補助我們那些什麼電動的東西 那個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我們已經受傷了怎麼可能說 你能弄一個充電站或者是 那也是不可行的 然後第二點就是我們要讓市政府這邊 電動車完全先停下來 重新檢討 不然傷害會繼續擴大 市政府秘書長方定安在市府大門口 接受公會遞交陳情書 強調會針對陳情書的意見 詳加研究分析 找出大家可以認同的共識 來找出一些 大家可以認同的一些共識或對策 那我們相關局處也會 一起來做一些援助 那針對 也就是針對陳情書的部分 會做一些活力 2050進零碳排是全球的趨勢 產業轉型無可避免會伴隨的陣痛期 但是基隆市政府理解呢 燃油機車業者對於生技的擔憂 會積極提供資源來協助燃油機車業者 度過產業轉型的陣透期 我們依據於114年度 增邊預算 輔助傳統車行加入 電動機車友善車行計畫 透過工部門的資源 駐傳統車行產業升級 市府強調會輔導 燃油車業者加入 電動機車友善車行 未來會透過工部門的資源 輔導傳統機車行業轉型升級 記者黃紹明報導 記者黃紹明報導